很多人都喜歡吃新鮮出爐的麵包 而除了港式麵包之外 日式麵包就最貼近香港人口味了 大部分都造型精緻 質感又騷軟 所以香港近年都越開越多 來自日本過光龍的麵包店 我們今次就精選了4個人 是日本麵包品牌 港狗都有分店 一如帶大家去試一下 首先第一間要介紹的 就是日本手作牛角包店 早幾個星期才正式開業 夠新鮮熱辣 品牌來自日本九州 開業26年 至今日本全國已經有超過12間分店 每年銷量都可以賣成1000萬個 而剛剛開業的香港店 是品牌第一間海外分店 銷量都不輸蝕 一開張就大排長龍 高峰期可以賣超過5000個麵包 很受歡迎 買了一個米里牛角包 我自己都喜歡吃 好像是日本新開的 所以就想試試 試了原味 好吃過我會再過來買 說到這麼好賣 那這個牛角包又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他們所用的麵團 除了用機械輔助製作之外 也會有由人手製作的步驟 令牛角包鬆軟中帶有煙韌的口感 加上表面素上備製的特殊糖漿 味道香甜 不少日本客人都喜歡當甜品享用 而香港店的牛角包 全部都是由日本直送的 而且是每日新鮮局製 100%還原日本味道 暫時香港店合共有4款口味 除了有經典原味 還有巧克力 明太子 和番薯口味 番薯牛角包 本來只是日本店秋天限定的口味 不過 今次特別為香港作長期供應 賣點 除了用日本直送麵團製作 裡面還包著日本的番薯粒 層次更加豐富 如果想更有日本風味 就試明太子牛角包 表面有香濃的明太子醬 非常野味 無論早餐或下午茶都適合 講到日本過江龍麵包店 一定要提一下 這間在香港捲起山吐司麵包熱潮的店 進駐香港未夠兩年 已經有三間分店 一開業的時候 想吃到他們的出爐麵包 就要一早排隊拿醜 才可以買得到 Saki Moto Bakery 其本來自日本大阪的山吐司專門店 日本現在全國有38間分店 日本社長Saki Moto-san 開店前用了兩年時間 跟麵包職人進行了產品研發 初心是為了給雞蛋奶過敏的女女 都可以吃到美味的山吐司 我們主要都是售賣山吐司 山吐司主要是說 吐司出爐之後 直接食用都可以很好吃 不需要加醬 不需要烘焗 強調最原始的美味 黃擺產品其實有兩款 分別是極生和極尾 最高峰的產量 其實是一日大約有過千條的銷量 但在外表 很多人都可能只是覺得是普通的荒包 但其實當中的成份非常講究 我們麵粉全部都是由日本總部直送 採用了不味小麥和不開度牛奶 其中我們的極尾是無蛋無奶 極生是無蛋有奶 用湯種和種種的製法 去保留我們麵包的水分和濕度 連麵包皮都可以很輕易地吞下去 經過烘焙之後 都會保持到鬆軟和鬆脆 另外我們的日本總廚 都是駐港在我們香港這裏 去控制生產流程 確保我們的品質 是合佈日本的要求的 兩款招牌麵包同樣香軟 按下去好像枕頭那麼軟熟 而且充滿彈性 撕開的時候 又會有陣陣的麵包香 還有拉絲的效果 難怪價錢不便宜 依然有價有市 現在我們每天都有不同的口味的山套絲 每天的日常特別 好像今天為例 我們今天就是朱古力山套絲 我們這些日常比較受歡迎 最新推出還有一些蜂糖 抹茶紅豆 海鹽熟成牛油和葡萄的口味 除了山套絲之外 我們都還有一些 出售日本直送的15款手工果醬 每天新鮮做的三文治 特色的甜點 和一系列的糖食餐點 店舖設有糖食 用出爐麵包製作保證新鮮 想一次過試多幾款店舖的招牌產品 一於吃下這個二人餐 套餐包括了所有口味的果醬 客人可以自選哪一款套絲 吃過好吃的再慢慢選購都沒問題 還有這一間 資深的日本麵包粉絲一定試過 品牌有50多年歷史 全球有近300間分店 其實我們Little Mermaid這個品牌 是在1972年 港島首間成立的 當時創辦人 研發了冷凍麵團的急凍技術 擴展到其他海外 最受歡迎的產品 就是蜜糖牛奶卷 加入北海道的牛奶和蜜糖製作 味道香甜 牛奶味非常突出 充滿層次感 另一個系列就是石藥系列 他們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石藥系列的包 它的含水量是比較高的 還有它是經過長時間的發酵 令到麵團有一種微磚 還有麥香味 當然它就要配合石藥爐 石藥爐有什麼特質呢 其實用石頭透過高溫 令到它有一個軟紅外線 相對比傳統的焗爐 會快些令到麵團受熱 受熱越快 其實它就減少水層流失 所以石藥系列的包 入面其實會相對地濕潤一些 外面又會脆身一些 最後位於堅尼地城這間麵包店 今年才開業 品牌來自大阪 在日本有四間分店 主打的蔬菜麵包 鋁鑊薯榮 而香港店都是由日本師傅主理 口味正宗 那其實 什麼是蔬菜麵包呢? 原來就是將新鮮日本的蔬菜 鋪在自家製的麵包表面 再加上其他食材焗製 顏色亮麗 成品香噴噴 蓮藍包呢 就是大阪的銷量 最好買的麵包 它就有些煙燻雞火腿在底裡 然後呢 我們都放些很大塊的蓮藕出來 然後就放大量的芝士上去 就是都很好吃的 大蔥包 先放藍芝士 然後就放了煙肉上去 然後就放些大量的蔥上去 焗出來的時候就香香的 然後有藍芝士和煙肉 就是很好的 combination 就是很好吃的 另外這一款用新鮮蔥花製作的麵包 賣相很澎湃 入口才感受到大蔥的清新 然後就會吃到藍芝士獨有的鹹香 這種創新的口味 坊間的麵包店真的沒見過了 今次介紹了這麼多有特色的麵包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呢 有興趣的話 一於去試一下它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